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教输入法的教学 它是目前在注音的输入法的部分 非常聪明的一个输入法 首先我们先在Play商店搜寻搜狗输入法 那么苹果的iOS的appstone也有这一套输入法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我们搜寻完毕以后会发现 哇那么多的输入法 那我们要装的是这一套 有注音版的 那么这一套是没有注音版的 请大家不要装这一套 要装的是这一套 好那我们呢 第一个阶段先来教大家 怎么做安装还有做设定的动作 好首先我们先点进去 来做安装的动作 好等它做下载 等它下载 好大家注意哦 再次强调这边要装的是注音版 好那我们这边先暂停一下 等它下载安装成功 好的我们现在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点一下开启 开启之后呢 首先呢我们要先激活这个输入法 OK点一下这个激活 好那我们把我们的搜狗的输入法 注音版打开 然后呢它这边会有一个注意事项 这个每一套输入法都有 好我们直接按确定 好它这边说要重新开机 好才能使用这个应用程式 没有关系的不用开 也可以 好我们点一下确定 好那么它会回到上一页 那如果没有回到上一页的话 我们自己手动 好点一下回到上一页 好那么我们这边要设置输入法 OK设置 好我们呢把我们目前的输入法呢 改成搜狗输入法 注音版 好等它设定一下 接下来呢它会请你选择 你要用哪一种输入法 那这边有四种注音跟手写 习惯用手写的选手写 习惯用注音的话 我会建议这个注音全键还不错 好因为呢它的键盘 排列的方方正正的比较大颗 好按确定 好这边呢点下去开启输入之旅 那这边会有一些 请你允许的一些权限 请你按允许 好再按允许 再按下去 好这里呢会有个用户体验的改进计划 这里的话呢 如果不愿意的话就按for 好在这里呢 我会建议大家 先去安装它的一个主题键盘 那我个人推荐 是点这个主题 点一下主题 这边有一个下载的排行 来我们这边点下去 在下载的排行里面呢 这边有很多的主题 那我个人比较不喜欢一些太炫的 朴素立体的 这个Mac白键盘还不错 OK点下去 好那如果说这个主题你喜欢 那么我们就点一下启用 那当然哦 它还有很多主题可以使用 你都可以去试试看 可以去安装看看 好大家可以看到 好这个就是Mac白键盘了 好这里一样我们点允许 好允许 好那我们再点一下 试试看你的主题吧 点下去 或是你到like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就会看到 这一个Mac白键盘的样式出来了 OK非常的方便好用 你看又大颗 又很好用 好那我们这边呢 今天先教第一个动作就是 怎么样去做下载跟安装的动作 那在这里呢 后面的话呢 还有第二个教学 请大家期待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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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